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4.8 导能圆盘影理系列活动攻略干预腾楼曼生 本期是元神4.8活动 导能圆盘影理第一关 干预腾楼曼生的攻略视频 选择无畏难度 本关卡适用角色为爱梅丽艾 纳希达及柯莱 增益效果为触发草元素反应后 降低敌方权元素抗性 所以可以围绕爱梅丽艾 构建燃烧队伍 搭配纳希达香灵及班尼特 利用双火共鸣机制 提升全队攻击力 做没有班尼特 也可以使用柯莱 考虑到新手玩家的角色限制 本三轮挑战使用统一阵容配置 由于角色重复使用 效应器增益只满足一轮使用 在初级效应器上 推荐优先选择增加攻击力 因为以爱梅丽艾为核心的燃烧队 其主要伤害输出并不高度依赖于元素精通 而是更侧重于直接伤害 这以下欧雷的超载队有相似之处 各队伍中相邻的充能效率不足以支持技能循环 那么初级效应器选择充能 也是不错的选择 至于次级效应器 建议角色依赖元素战绩和元素爆发的频繁释放 来维持输出节奏 建议选择能够增强这两项技能伤害的效应器 以进一步提升队伍的整体输出能力 性如实战 汉梅利埃的输出机制 依赖于宙未有燃烧状态的敌劣 因此 可以灵活选择纳希达或香菱作为歇索 纳希达可以优先使弄元素战绩 附着草元素 随后香菱配合形成燃烧反应 或者 香菱也可以先行释放技能爆火 再由纳希达的草元素与之反应 紧接着 汉梅利埃释放大招 在燃烧区域中持续触发反应 造成高额伤害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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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